六位体育解说央视名嘴 惊喜对比 有人因一句话被逼离职 有人私生活混乱惨遭炮轰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主持人都是谁吧 第六位 黄建祥 黄建祥这位被誉为新时代的体育解说代表人物 一度被多家杂志和报刊评选为最佳体育节目主持人 然而 他的传奇生涯并不一帆风顺 2006年 意大利对这澳大利亚的足球比赛成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 黄建祥作为解说员担任了这场比赛 但他和每个球迷一样有着内心深处的热爱 他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对意大利队的钟爱 甚至在比赛中情绪激动的大声呼喊意大利万岁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当他在比赛结束时贬低了澳大利亚队时 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央视难以承受外界的压力 黄建祥也没有屈服于舆论的声音 他依然发布了一封坚决的道歉信 但这也意味着他从央视离职 让众多球迷感到遗憾 再也无法欣赏到他精湛的比赛解说 在事业方面 黄建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主持人和解说员 还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 踏上了商业之路 然而近年来 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 似乎更专注于他的事业和家庭 第五位 张斌 张斌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主持人 在职业领域中一以生辉 却在私生活方面展现出 令人深感失望的渣男本色 他的初婚对象是气象台的风云女主持人裴新华 他们的爱情故事发展迅猛 不久后就走上婚姻之路 可惜 这段婚姻却因张斌的渣男行径而走向终结 婚后 张斌却没有将妻子视为生命中的唯一 而是与另一位主持人张梅开始了模糊的关系 甚至在婚内背叛 使张梅怀上了他的孩子 此时 如果他能坦诚自己的过错 或许可以避免名誉扫地 然而 张斌选择否认 坚称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 这一事件导致原配妻子裴新华 他在一场奥运发布会上情绪激动 一时间成为众矢之地 黑料不断涌现 知情人士披露 张斌不止和张梅有染 还有上百位情人 多次发生性关系 这一消息如重磅炸弹 瞬间摧毁了张斌多年积累的良好口碑 随着离婚的到来 张斌似乎对自身问题没有任何觉察 迅速娶了胡子威 然而 胡子威最终也成了下一个受害者 发现了张斌众多的情人 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 胡子威在网络上揭示了张斌真实的本性 使得他的职业生涯付出了巨大代价 张斌曾经的璀璨星光 却在纷繁的私生活中走向了沉沦 盘点六位体育解说央视名嘴如今现状 有人依旧坚持解说 有人却早已离世 第四位 杨颖 从幼年时代开始 杨颖就在乒乓球领域崭露头角 16岁时就靠着过硬的实力打入国家队 开始了他的国际比赛生涯 为国家争光 他一度被誉为邓亚平的克星 这足以证明他的卓越表现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2001年 杨颖宣布退役 没有透露原因 不过没过多久 观众们在央视体育频道再次看到了他的身影 杨颖不仅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 学习播音主持 还毕业后加入了央视 成为了体育频道的一名赛事评论员 一开始 他可能因紧张而犯些小失误 但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实力日益精进 凭借着专业的解说能力 他被誉为央视名嘴 事业迎来了第二春 尽管他的乒乓球解说专业 但在主持方面仍有所不足 他的观点常常充满个人主观 有时甚至在激动十面错运动员的名字 这引发了观众的广泛争议 有一度遭到要求退出央视的呼声 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心 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努力的动力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他依然决定继续充实专业知识 以成为更出色的自己 如今 杨颖依然在央视的舞台上担任主持人和解说员的工作 他变得越来越专业 也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认可 第三位 陶伟 陶伟从小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足球训练 但却拥有着与生俱来的足球天赋 让他荣幸地被选入国家青年队 陶伟的足球之路不仅见证了中国足球的崛起 也为草根足球的兴盛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使他成为了一位备受崇拜的足球界偶像 与吕丽萍离婚之后 陶伟并没有因情感的挫折而低头 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职业生涯 自2000年开始 他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专注于解说得甲比赛 这也是央视多年来关注的焦点赛事之一 陶伟以其深刻的足球见解和坦率幽默的解说方式 成为了足球电视界的明星 虽然他是国足的忠实粉丝 但他的解说始终客观公正 绝不过分夸大或贬低国足表现 他的评论总是如一位亲切的导师 为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分析 因此被大家亲切的称为陶指导 经历于吕丽萍的离婚后 陶伟沉浸于工作之中 几乎不再考虑感情生活 经过多年的守望 直到2011年 他才在似失而不惑的年纪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然而 生活的剧情却在2012年8月26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陶伟和三位朋友计划进行一次自驾旅行 却因交通拥堵中途入住一家酒店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第二天早上 陶伟突然离世 令人感到无比唏嘘 你知道六位体育解说央视名嘴 如今都怎样了吗 第二位 刘建宏 刘建宏曾是央视备受喜爱的体育节目主持人 他在央视体育频道奋斗了整整18年 承担了众多著名体育节目的主持和解说工作 尽管他的解说引发了争议和批评 但刘建宏一直保持着对体育的真知热爱和坚定追求 他深知作为公众人物 不可能讨好每个观众 但他坚守初衷 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观点 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解说体验 然后到了2014年 刘建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决定 离开了央视 结束了18年的工作 他转头乐视 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下半场 不可否认的是 他在乐视体育获得了高薪职位 成为了首席内容官和乐视体育的联系总裁 然而 好景不长 乐视的经营问题暴露无遗 2018年 刘建宏再次离职 告别乐视体育 但他的热情未减 对足球的热爱依旧燃烧 一边保持对体育赛事的关注 一边踏上了新媒体创业之路 在2018年 刘建宏创立了凯利时科技公司 从一个备受瞩目的央视名嘴 转变为公司的董事长 虽然他在大众视野中的曝光度不如从前 但他的事业却迎来了新的高峰 第一位 贺伟 在贺伟的大学时 参加了央视的挑战主持人大赛 还结识了那个时候 在央视执掌足球节目解说的名嘴刘建宏 于是 在刘建宏的推荐下 贺伟成功地踏入了央视的大门 毕业后 他选择坚定地追逐自己的足球解说梦想 而不是选择编辑职位 2007年 机会降临 他得以首次参与女足世界杯的解说工作 从幕后工作者一跃成为解说员 这段成长历程耗费了他整整五年的时间 自2010年开始 贺伟开始做国内足球解说领域的龙头位置 每当国际上举办重要足球比赛 贺伟的声音总会准时出现在电视机中 然而 即便是如此高水平的解说员 贺伟也曾遭遇人生瓶颈 在2013年 国足对战泰国队的比赛结束后 当看到比分牌上显示1比5的惨败时 他感到无语凝页 再也找不到足以表达当时场面的诗句 这堪称贺伟罕见的失误 但在球迷心中 他的地位却毫无动摇 作为一名解说员 他尽力而为 只能对观众说 记住这一天 希望日后更好 在如今足球博主们层出不穷的时代 有人曾怀疑贺伟的能力是否跟不上潮流 质疑他是否不再是最优秀的解说员 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贺伟以实力重新证明了自己 自2002年踏入体育频道 至今已有21年 他一直坚守在足球解说领域 不懈追逐自己的梦想